虎仔,我们尽量讲详细的,反而有些诗不讲都不明白,因为没那么多时间 这个望帝叫做道语,我们将虎仔做个心在那里 在周朝时,在西门有个属国,他的帝叫做望帝,名叫道语 另一个主角叫别灵,别灵可以说是别精修连性的生物 另外别灵有个情人叫朱铃,很现代名叫朱铃 朱铃 他别灵很喜欢朱铃,所以经常跟他一起 当时这两个人都不是在属国,在长江的,你看在哪 Banny和Ju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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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事啊 这个别灵这条鱼的精,看到朱铃有水患,很大的水災 他自告奉勇,走到属国那里,想帮属国治水 皇帝知道这个别灵不好,就以别灵为相去治水 治水当然很忙,大雨治水很忙,没有时间去做朱铃有什么 不理的了,他先治好水 朱铃又走到属国那里找别灵 未找到别灵,就被皇帝见到 啊,这个朱铃真是我心中的人 就做了他的飞,皇帝拿着他的飞 那跟着呢,当然就是留下故事说 那个别灵和朱铃呢,现在都在属国那里了 但是呢,两个人都见不到 因为朱铃所王帝的飞 那别灵治水成功之后呢,就有个庆功宴了 在王公那里大慶祝这个成功 那么巧呢,别灵因为他喝醉酒那里就在王公那里住 而朱铃因为都在王公那里的飞 所以见到别灵了,所以晚黑呢 就跟他在那里再重新见面的别灵 第二天呢,王帝人继续知道 就当然不开心,因为他喜欢朱铃的嘛 但是结果呢,因为朱铃的故事呢 别灵和朱铃就说了王帝是这样的 反而这个王帝是好人,别灵也是好人的 因为王帝觉得自己很惭慧了,就绝了一半的爱人 所以很不开心 于是呢,就让了帝位给别灵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是啊 那他自己呢,就走到西山那里呢 就在那里隐居了 但是,他虽然走到去 因为他都是挂念着那些熟国的人民啊 挂念朱铃,很不开心的 因为他自己也是走到去嘛 那别灵朱铃当然是做了,在别灵做了王帝的 所以就算是很开心的 所以王帝就很不开心了 要是呢,王帝字头之后 欲服为不得,死化为捐 道捐 每春月间,尽夜悲悲 十人闻之略,我王帝魂也 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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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都道多福的味道 三十五 没有 酒雨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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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就没有MISSISSIPPI 哇,有很多古城的古城 好漂亮 真是凶的 道捐体决是不是真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典会 对对对对 所以道捐花有点红色 对对,就是这个典会 到台湾,就是这个典会 奇怪啊的� balloon 44 004 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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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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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005 005 005 뒤 这个是宋朝 什麽? 对对 Pay All color 好啊,fill 是 對 其實有點像現在日本那些 那些殺截口不是吧 那些音 這個很強烈 對 很強烈 怎麼聽 沒有說這個 真的像古琴 我也像古琴 對 中間 對 因為古琴滑一點 好真有 響一點 其實好聽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這首叫淡月 沒有什麼曲 這首叫淡月央語 沒有說 可以 三人 幾好聽 聽到沒有聽 真的 因為沒有 師傅說笑一點 沒所謂的 不是 現在上youtube youtube 或者我做背景音樂 在那邊說 沒有 真的 那些音樂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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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